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正在那时,来了几个人把有关加里雷亚人的事, 及比拉多把他们的血与他们的祭品掺和在一起的事, 报告给耶稣。 他回答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里雷亚人比其他所有的加里雷亚人更有罪, 才遭此祸害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悔改, 你们都要同样丧亡。 或如使罗亚塔倒下, 而压死的那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他们比耶路撒冷的其他一切居民罪债更大吗? 不是的, 我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悔改, 你们都要同样丧亡。 他讲了这个比喻说, 有一个人曾将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自己的葡萄园内, 他来在树上找果子, 但没有找到, 便对园丁说, 你看, 我三年来在这棵无花果树上找果子, 但没有找到, 你砍掉它吧, 为什么让它荒废土地? 园丁回答说, 主人, 再容它这一年吧, 待我在它周围绝土, 加上粪, 将来若结果子便算了, 不然的话, 你就把它砍了。 安息日, 耶稣在一会堂里施教, 有一女人病魔缠身已十八年了, 与捋着, 完全不能直立。 耶稣见了她, 便叫她过来, 给她说, 女人, 你的病已消除了。 遂给她按手, 她即刻就挺直起来, 光荣天主。 会堂长因气恼耶稣在安息日治病, 便给众人说道, 有六天应当工作, 你们在这些日子里可来治病, 但不可在安息日这一天。 主回答她说, 假善人啊, 你们每一个人在安息日, 由不解下槽上的牛驴, 牵去印水的吗? 这个女人原是亚巴郎的女儿, 她被撒旦缠住已经有十八年了, 安息日这一天, 就不该解开她的束缚吗? 当耶稣讲这话时, 所有敌对她的人各个惭愧, 一切民众因她所行的种种辉煌事迹, 莫不欢喜。 耶稣又说, 天主的国相似什么? 我要把它比作什么呢? 它相似一粒戒子, 人取来种在自己的园中, 它遂生长起来, 成了大树, 天上的飞鸟都栖息在它的枝头上。 她又说, 我要把天主的国比作什么呢? 它相似教母, 女人取来藏在三斗面中, 直到全部发酵。 耶稣经过城市乡村, 随处施教, 朝着耶路撒冷走去, 有一个人给她说, 主, 得救的人果然不多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竭力由窄门而入吧, 因为将来有许多人, 我告诉你们, 要想进去而不得入。 即至家主起来把门关上, 你们在外面站着, 开始敲门说, 主, 请给我们开门吧。 她要回答你们说, 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 那时, 你们会说, 我们曾在你面前吃过喝过, 你也曾在我们的街市上施教过。 她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认识你们是哪里的,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 都离开我去吧。 几时你们望见亚巴郎, 伊萨格, 雅各伯及众先知在天主的国里, 你们却被弃在外, 那里要有哀嚎和怯耻, 将有从东从西, 从北从南而来的人, 在天主的国里作习。 看吧, 有最后的将成为最先的, 也有最先的将成为最后的。 这时刻, 有几个法利赛人前来给耶稣说, 你离开这里走吧, 因为黑洛德要杀你。 耶稣给他们说, 你们去告诉这个狐狸吧, 看, 我今天明天驱魔治病, 第三天就要完毕, 但是, 今天明天以及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不宜死在耶路撒冷之外。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你屡次残杀先知, 用石头击毙那些奉命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少次愿意聚集你的子女, 如母鸡聚集自己的雏鸡, 在他斥意下, 可是你们偏不愿意。 看吧, 你们的房屋必给你们撇下。 但是, 我告诉你们, 你们断不能再看见我, 直到你们说, 因主名而来的, 当受赞颂的时刻来到。 我们的房屋必须的地方, 我们的房屋必须的地方, 我们的房屋必须找到那一把 房屋必须找到一把房屋, 在深夜的人的上屋里面, 是你还是会把我来谈的书, 需要总部得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